巴基斯坦是由印度分裂出去的 所以它必定有一份 和封建社會不一樣的火 看看你了,你喜歡建制的 你就找印度咖喱吃 你喜歡闖闖新天地的 嘗試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你就找一些擺脫 就是離開了原有的地方 至成一角的味道 這個就是阿農咖喱的特色 王喜正在賺的 是位於佐敦的阿農巴基斯坦咖喱 它已經幫上了23年了 今時今日,還有哪有這麼多閒 逐個更差,拿紙巾包給你 你看,我這樣搖來搖來搖去都未散 你才知道,它包的時候 它多麼用心 這些是大型連鎖店不會有的東西 以前的餐廳很旺場 整天都要排隊 不過現在生意變得淡靜 於是王喜決定幫Pak 練習英文和普通話 讓他輕鬆招呼客人 好便宜喔 當然 我吃完了,現在可以打折嗎 可以什麼 打折 什麼吃打折 Discamp 沒有 為什麼 我在廣東城很有名 沒有關係 這個香港 這個 為什麼你說什麼 經文 你結婚嗎 沒有 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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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其實生意差了 並不是因為食物質素有問題 只是老區吸引不到人流 有熟客是eerpad玩創生 做咖喱串燒,咖喱雞煲等等 但他又覺得不倫不類 我覺得難得是專注 是的 你的專注不一定換來財富 但你的專注是一種成就 到底巴基斯坦芥蕾有什麼好吃 原來精髓在於洋蔥 為什麼這些洋蔥這麼好吃 因為我們熬了正面 我們這個中國人的老火湯 老火湯是不是很喝的? 是三個月 王喜之前 和何文田一間茶餐廳 合作攪待用餐 一番好意 結果惹來投訴 他就自發掃街停息事件 希望將來可以將 待用這個概念 擴展至食而外的層面 待用這個概念 其實真的很甜蜜 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都可以對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很好看